写好飞凤家走遍天下都不怕 其一,飞字的笔画繁多,穿插有度 在同一个字重复出现的部件应该尽量避免雷同 有明显的上下大小变化 两个雷同的翅膀穿插必须要巧妙 一定要注意笔顺不要写错 否则很可能会成金弓之鸟 其二,凤字繁体主要在于外面这个脊框 太肥,显得臃肿 太寿里面显得太急 欧阳寻说,节肃如风 凤之类,两边肃移圆缆 用笔时左边是一急 背笔时一中如电是也 意思就是写几的时候 要有一定弧度向内揽 运笔要快而果断 凤字尤为难写 其三,夹字要写好 宝盖头要小 下步时步三撇堆叠在一起 一般碰到有多个撇画重复堆叠的话 也是应该避免雷同的 常见的处理方法是 越靠上的撇画越平 越靠下的撇画越斜 炼字不用怕 写好飞凤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